一年一度汉光演习即将登场 今年首度征用台东的民用机场 今天一早进行全兵力预演 四架F-16V战机首次在台东的丰年机场 顺利起降 场面壮观 还有C-13栋运输机降落整背后再起飞 吸引了上百位军事迷来抢拍 甚至还有人半夜就来卡位 F-16V战机利落滑行降落 巨大声响划破清晨的宁静 一场面壮观 由屏洞机场起飞的C-13栋运输机 在汉光演习正式登场前 一早也加入征用民用机场全兵力预演行列 降落整背后再升空 难得出现的画面机场围墙外 一早就涌入上百位军事迷抢拍 还有人半夜就来卡位 我是从彰化连夜冲下来 非常期待 有别于以往比较实战 会有四架的同样同机型的散落机 需要整補下来 马上挂完蛋之后 再上去接战 民众超兴奋 因为有别以往 这不仅是台东风年机场 首度被国防部征用 作为汉光演习场地 25号演习正式登场前 18号先首度进行全兵力预演 这也是F-16V战机 首次在这里降落 还一连来四架 大阵的飞机 大阵的飞机 所以很兴奋 小小军事迷也不敌战机魅力 现场除了军用飞机起降 大阵军方人员也进驻机场 在跑道两侧放置拦截绳 要为一周后的汉光演习 做主准备 记者留灵箱台东报道